大家好,我是三喵人在郑州,具体在的这个位置是郑东新区,也就是郑州比较东北角的一个地方,这里是一个全国重点文物遗址,寨博城遗址,这个寨博的这个寨字呢,就是那个祭祀的这个祭,那么寨博城也念寨城,那么郑州的这个图画里面念榨城,那边就有这个榨城这么一个地铁, 这个寨博何许人也,这周公的第五子是寨博,那么他被封于此地伯爵,公侯伯子南,那么他在此住了一个城,当然了,周公把自己的亲属封在这里绝对不是第一个,就在离这边不远的地方,郑州过去有个广城区,这个是周公的哥哥,广淑仙, 他被封在那个地方,所以郑州自古叫广城嘛,实际上你现在这个郑州画里面啊,这个咱们都知道河南画啊,你说一个事情行,这河南人就会中,对吧,那郑州人,他说一个东西,中,他会说广,哎,这个广字,就是广书仙,这个广城, 那么大家一般以为啊,这个你看那个封神榜也好,或者你稍微看一点点历史也好,会觉得这个五王伐咒之后呢,那么就大风其这个宗室,那么天下就安定了,其实不是,那么五王伐咒之后没过多久,就在这个地方不远啊, 这个广书仙,加上蔡书渡,再加上霍书,还有这个周王的儿子武庚,联合起来发动叛乱,那么这次叛乱,史称五庚之乱,三间之乱,几乎颠覆了周王朝的统治,那么你看,讲了半天才聊到这个正题,那么今天,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城市, 离这个广书仙的城市不远的地方,聊一聊,这个三间之乱,首先,这三间啊,这个广书仙何许人也,这是周公的哥哥,那么周文王几个儿子,有人会说这个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里面老三,大家会认为是这个老大博弈考被那个商周王剁成了肉酱嘛,然后老二就是周五王,大家会觉得老三是这个周公, 其实不是,老三是管书仙,周公是老四,老五是蔡书渡,那么当时这个周五王在伐咒之后不久就去世了,那么去世之后辅证的是周公,而不是这个管书仙,因为这个管书仙这个人,他的脾气秉性是不能够去执掌这种朝政大权的,对吧,他虽然也不能说是这个小学,什么什么, 博士什么的,但是他的确不能执掌这种朝政大权,但是他毕竟是周朝自家人,那怎么办呢,于是在这个五王伐咒之后啊,为了防止殷商移民的反扑啊,这个五王伐咒顺便多说一句,周王朝采用的是一小时22分,速通商都,速通殷墟,这样的一个战法, 因为这个周王去克东夷而允其身,整个商朝军队的主力还在东夷地区作战,还没来得及回转过来,而江汉一带,这个商的这些盟邦,商的这些跟他结盟的国家,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,这个就一小时22分克商都, 这江子牙一战封神,那么显然这个木野之战当中,商军没有这个,呃,那个什么标枪反坦克导弹等等等等,所以说一下子就灭了,但是就带来一个问题,如果其他的势力反扑过来,这个周朝,这个周啊,你不能说叫朝,周的军队总共是动员起来啊,全国各种学者的估算,有细微差别,但是大体数据上不会做, 7万人左右,这次灭伤用了5万人,而整个商朝在东渝的这个军队有10万人,那么统帅是非联和这个厄来,这个厄来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,说这个曹操手底下的那个典维,他在南洋被盗取了双几,然后就命丧于此嘛,说此无知厄来也,就是古代的大历师嘛,对吧,这个不是英国大历师,是那个商朝大历师,这个非联呢,不是那个张 张郎的学名,但是也是大历师,总之他们带着这些东夷军队,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,商朝就灭亡,这还怎么办,对不对,要防止这个商势力的反扑,那么周武王能够想到的就是,我把这个周王的儿子,也不能杀掉他, 因为,这里请大家注意啊,这个商周之计,还不是这个秦之后,秦之后呢,这个皇权一家独大,那么皇权斗争当中的失败者,自然要被斩草除根,而这个规矩呢,是,你看那个曹家代替了这个刘家之后,汉县帝还能善终,这个司马家代替了曹家之后,曹焕,也能善终,是直到刘宋, 代替了司马家,才把晋末帝给杀掉,然后从此之后,改朝换代,前一代的这个君王要被斩草除根这成了一个规矩,但是,那个时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,大家其实是一个邦联,或者说你说联邦,当然你不能按后世的这个色彩去套在他身上啊,那么他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合体,大一伤,过去是非常, 非常有影响力的,现在他被自己的一个小帮周所击败,但是他的这个宗族应该延续下来,你把武庚给杀掉,影响非常非常之坏,怎么办呢?那有人说,是不是给了武庚封地? 并没有,这个有的学者认为是给了武庚封地的,没有给武庚封地,而是派了几个周王室的至亲去监视他居住,那么周王室啊,他要么是自己的想象,要么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 真的就会觉得,我派出自己的这种宗亲,我来执行这个姬姓,这一家人的这个使命,去监视住这么一个曾经的大义伤的宗主之子,这样的话是比较保险的,谁呢? 那个广书仙就被封在郑州,离这个安阳的距离是中间吧,算是中间,然后蔡书渡,这个蔡呢,蔡国有人说这不是在春秋的时候,在筑马店那个地方吗?那是后来了,蔡书渡,还有一个霍书,霍这个地方在山西,这三个联合看着这么一个武庚,这样的话不造反了吧? 但是亲戚家里面很多的事情,你以为是至亲血肉,你以为是打断骨头连着筋,但是未必是这个样子,更何况是牵涉到权力斗争,那么这个武王伐咒之后没过那么两年,周武王就去世了,那么周武王去世的时候50多岁啊,那么继位的这个成王啊,年幼啊,这个可能大家看这个信息的时候会觉得好吧, 那无非就是这个周武王,晚年得子嘛,那么这个成王,他年幼的时候,他爹就不幸去世了,其实你看这个信息,古人的这个寿命,其实并不是那么那么的长,周武王,他在很晚很晚的时候,才有这个他的这个继位人,也就是这个激宋,后来的周成王,意味着什么呢? 有可能这个基宋是嫡长子,对不对?什么叫嫡长子?明媒正娶的这样的一个妻子生下的儿子,那么是不是跟江上,吕上这家通婚的儿子,那么之前的都不作为嫡长子来处理,那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,权力交接,我到底是这个兄中弟吉, 还是说父死子祭?有人,你站在现在的角度来讲,这个父死子祭看上去是很有道理的,那兄中弟吉的话,这个事情就会坏了很多的规矩,你如果站在后世的视角上啊,如果你站在这个,哪怕你站在北宋之后,你会发现兄中弟吉, 这个赵宋,传位给这个弟弟赵光义,不管这个竹影俯升是不是真的,他自己情愿的,但是这一传位就坏菜了,这赵光义呢,接下来传位给自己的这个儿子,但是你会发现兄中弟吉,在历史上屡屡出现,虽然它会导致很多的动乱,但是它是屡屡出现,它有其原因存在未必合理,但是它有其原因,什么原因呢? 这个还是那个老话,在古代,这个人们的寿命并不是那么的长,父死子祭就会遇到一个问题,当爹的啊,三四十岁,挂了,这儿子这十几岁都不到,嘴上毛都没长齐,您告诉我如何处理政务,对不对?那只能是兄中弟吉,这个你挂了,你四十多岁挂了,你弟弟可能三十多岁,哎,这样也能处理政务,这样还算是比较科学,那当然了, 管书仙是很不满的咯,你想想我刚才说了,他是周公的哥哥,对不对?周公的哥哥,你按理来说的话,这个周五王去世的时候,如果按照兄中弟吉,这是有历史先例的,那么商朝 很多时候就是在采用兄中弟吉的这种办法,如果兄中弟吉,那轮也轮得着管书仙呀,那接下来可能才会轮到周公蛋呀,然后是菜书度呀,那怎么着也轮不着这吉宋,对不对? 那,为什么这个武王,他死掉之后,要传位给自己的儿子,而不传位给我呢? 当时请注意,不管是长子继承制,低长子继承制,还是这个兄中弟吉,其实都没有一定的规范,没有一定的规矩,所以说,这就给了管书,菜书,货书以遐想的空间,那有人会说,郑州的管书来造乱, 那么菜书和货书,他们来让让什么?哎,都是兄中弟吉的这种情况下,一旦这个管书造反成了,把周公给打下去,把城王给打下去的话,自己成为周天下的这个公主的话,那接下来,那你说管书没了以后,那周公已经被他们打下去了,那接下来是不是就是菜书度忍痛几位,接下来是不是就轮到货书了? 所以在这个时刻,他们是利益共同体,所以说,这个三间发动叛乱,这个时机,有人说是陈王年,又欺负幼主,其实更重要的就是,他们要的兄中弟吉,而不是赴死子继的这一戏,那么当然,武庚看到了这个机会,那么商朝东征,东夷的那些将军们,斐连,这个鄂来也看到了机会,又联和怀四之人, 比如徐国,比如燕国,这些国家,于是,可以说大家各取所需,那么如果你管这个叫三间之乱,三间这个军书,菜书,货书,他们作乱之后,要完成的是什么呢? 让周王是彻底的兄中弟吉,那么自己将来也可以成为周这样的一个领袖,那么如果你管他叫五更之乱的话,那么五更跟三间,包括这个东夷的这样的一些商朝夷军,他们的这些将领一定是跟这个三间是有协议的,那么有一些主简上面, 清华那边的主简,战国时候留下来的,他们的资料显示说,可能真的是,以韩古关,那个地理为界,西边归州,东边归沙,那么如果这次叛乱成功了的话,那么中国历史肯定是要改写的了,对不对? 那么周公当时做的一件事情是稳住这个韶公,稳住自己的儿子伯秦所在的鲁国,然后稳住齐国,江太公的齐国,然后呢,发动军队首先针对的就是五更这样的一个叛乱的一个缘起,然后打败五更,打败了管输,你要知道这种叛乱很多的时候就是谋划很多, 但是真正要到这个军队去做事情的时候,可能就很仓促,很容易被各个击破,所以说这个周公,有人说他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准备,然后东征这次叛乱,那么可以说这个是真实的,因为这个古代的交通信息极不变了,一年的时间已经算是很快了,那么这个处理的结果是什么呢? 五更被杀了,广书仙,郑州广城区的那个广书仙,周公的哥哥被逼自杀,菜书霍书被废为庶人,那么与此同时,这些跟着造反的也都没有被侵扰,像斐连厄来这样的一些人,他们是这个商君在东边争东夷的这些将领们, 他们想干什么?他们想造反吗?好,把他们迁往关中纪,其中有一只嬴姓的先祖啊,那就是后来秦的祖先,可能我们很多人总会觉得揪揪老秦啊,这个秦国,什么那个陕西不是,他们的祖先是在山东那些地方,至于其他一些诸侯国, 周公对他们进行了,要么是迁徙,要么是非常残酷的种族灭绝,那迁徙,徐国给迁徙到这个徐州这个地方,种族灭绝,山东的燕国,那么周公干了一件事情叫剑燕,这个剑你可以认为就是种族灭绝,所有的男性全被割掉了身上的某些器官,你看燕割这个词后来就是这么来的, 那么这一次周公东征,那历史上记载是灭国五十余,那灭国五十余意味着什么呢,过去的这种州分封的这些诸侯国,其实不能够有效的监视住这种殷商的移民,所以说这些诸侯国要被灭掉,重新的调整,这个叫重组吧,这个周公重牌,对吧,这个用化学上的一个术语,周公rearrangement,那么当然了,殷商的移民 被一分为四啊,这个昼王的哥哥威子喜,带着殷商的一部分移民到了宋国,那就是现在商丘归德府那个宋啊,那个因为宋是整个整个的这个殷商移民嘛,那么在周看来,那就是老顽固,所以你看春秋战国的时候,战国的时候很多很多的这个预言故事里面,经常会说啊,有一个宋国人怎么怎么着啊, 为什么老拿宋国人开算,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,那么当然了,那个既然过去的这些亲戚不好,那周公能够想到的是,我再册封一些亲戚来,像这里,债博成,他自己的五儿子啊,周公的大儿子薄秦在鲁国,那么这个债博就在这里,那么当然有些诸侯国啊, 那个随着时间的发展,你看这个债博后来也就慢慢慢慢的没有了,那么有些诸侯国,你看那个鲁国还一直坚持到这种战国的时候,对吧,那这就是整个西州初年的一次危机,而在此之后,周王朝也调整,不能说王朝,周王室调整了军队的部署,在洛阳,在殷商故都部署了,每一个地方部署了八个师,啊,这么先进吗,那个时候就有师了吗, 那个时候一个师是三千人,在这个西州的都城部署了六个师,周六师,在洛邑部署了八个师,成州八师,殷须部署了八个师,这个样子,军事的主力就部署到了关东地区,从此彻底完成了对东边的这样的一个,你可以说是武装之民,如果你是一个殷商人的后裔,你当然可以说这是武装之民, 对吧,你如果是一个周人的后裔,你当然可以说这叫开疆拓土,所以说很多人,包括后世的孔子,总念怀念周公,欲欲护文在,无梦周公也,说周公总是这种,谦卑,有礼,以礼治国,根本不是这样的, 那么后世儒家所想象的周理,跟真实的周潮,有着相当相当巨大的差距,那么行,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聊这么多,谢谢大家,欢迎订阅我的频道,点亮小铃铛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